好,来看看,今天是给大伙带来的是恐龙快打天王版 啊,恐龙快打之合金弹头版 好,我们看看 挨打的话呢,咱们要骗这个暴击 为什么一定要选汉娜呢? 汉娜呢,好像是正常是被打的时候呢,是枪不掉 然后再加上他这个,因为都是无线枪嘛 所以说你要掉嘛,你懂的啊 只要是20子弹,就是这样的啊 只要是20子弹的话呢,都是无线枪 最开始源于什么呢 源于这个恐龙快打二代阔弧 就是恐龙快打的改版 就是有点像97的风云再起 然后就改的变态一点 你懂吗,就是改的很变态 然后什么呢,就是有这个无线枪 但是这个版本呢,只要你减了枪就是无线枪 那个版本不是 感谢我们的枯景哥净送的办卡 好,这个没有办法啊 这个咱们现在呢,刷的怪的该打死打死 然后呢,勾上来之后呢 咱们是要打这个所谓的速通 想要暴击啊,不是很好整 知道吧,咱们暴击呢 原版的是40爆是满的 在这个版本呢,它是一个自带插件啊 咱们看屏幕当中那个30就是 自带插件 这个插件呢,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显示你当前的暴击数 所以说可以看到 好,现在呢,目前是30爆啊 在原版当中30爆呢 好,50爆 4A,这个不是 这还得吃个补,吃个补再变 但红血的时候才能被打到90 好,90爆了 啊,这就牛逼了啊 从此就开启了无线波大的模式 嗯,这样的话就 就最好是无伤 速通的话,从现在开始才是正了八点开始啊 呃,用汉娜的话呢 呃,常用的枪 牛逼的就是这个下干 还有 呃,M16A1啊 这两个枪是非常好的啊 打某,打有的boss呢 不一样 你像那种硬质非常高 不会倒地的那种呢 希望拿这个傻干 傻干打的话就非常快 如果说是 那种一打就抖的那种啊 打两下就抖的那种 M16A1是可以的 都可以 总体来讲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版本呢 它就是射击版的恐龙骇打 呃,很多人觉得 多无聊啊 其实真的挺难的,兄弟们 这个版本不简单 而且这个版本还有一点 就是我 反正我看见什么核实傻的 还喜欢玩 很逗 这个版本呢 就是只要你90爆了之后呢 就不要挨揍 只要挨揍就废 啊 只要挨揍 就是一个字实啊 啊,你就可能 而且这个boss很厉害啊 啊,就要频繁使用 这个波尔大 这个波尔大有什么好处呢 它波尔大的时候呢 呃,如果是挥空的话呢 首先不费血 啊,如果是打到人之后呢 你也有无敌的时间 就是你波尔大完了之后呢 会有将近一秒钟的无敌时间 啊,这样的话 你能懂我的意思了吧 然后呢 然后呢 由于呢 游戏的补呢 也不是那么少 啊,由于那个补不是那么少 所以说你该波尔大的时候 要波尔大的啊 啊,提起来 空中落下来怪 呃,你看这个90爆击啊 一滚血一枪就死 一滚血一枪就死 非常的变态 牛逼吊死的啊 好,波尔大 左又枪 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个波尔大啊 这个游的时候啊 就包括还有远程的 你像这里呢 就像这个 这个 维斯这个恶棍啊 啊,就是他有枪 他有手枪 远程打你的话 你必须要波尔大 还有就是马云 也就是第五官的那个boss啊 那个马云也是啊 他远距离可以扔石头 可以扔那个手枪啊 还有扔手雷的 所以说你就很讨厌 好,最后一个血杀死也死 速通的话呢 这个目前咱们可以看到啊 因为前期不算 前期呢 他是死了 死了 死完之后呢 他应该要打一秒速通啊 所以说我还录进去了啊 我们就不多bb了啊 录进去的话呢 就没啥意义 咱们就好好的这个 这个说啊 就是这个情况啊 好,看看第二关 好,一顿叨叨叨叨啊 这个只要减了之后呢 就是二十发 这个乌兹啊 乌兹冲锋枪 这个就马云 这个就马云啊 绿绿马云 受了这个 那些游戏啊 因为他有这个暴击的设定啊 然后再加上呢 他实在是太亲民了 尽管这个游戏是一个国外的一个一个剧情 你看不懂 你不理解啊 还是这种欧美的像什么穆斯塔法 还有麦斯都是修车工 修车工拯救世界啊 这个就跟极限特工似的一帮那么黑社会啊 一帮那个呃 修车工拯救世界一样 那你拯救世界靠这些人吗 真无敌了 然后呢 这些人还真的很强 好了 鬼步 这个玩儿啊 就必须得开这个连法啊 要不 我不是说必须开连法 我都是说开枪是自带连法了 对的 但是如果你要开个连法的话会更快 啊 就不吊死 穆斯塔法就是所谓的黄帽 这个游戏的剧情很简单啊 一帮修车工啊 跟这个 跟那个宋小宝啊 宋小宝就想恶意 想要把人类和这个恐龙基因 然后呢 复制到一起 然后呢 称霸世界 然后这四个修车工 嗯 好的 傻干 看起来还是傻干最猛 我一直觉得傻干猛 真的 傻干你 你瞅瞅 他说你看 好的 结束了 你 你把这个屠夫啊 Betcher啊 打死之后就结束了 连触发那个关键剧情都没有就结束了 你只要把关键Boss打死一个就可以 赖逼 好 猎枪 把猎枪也是 你比较 猎枪 单体伤害其实也不算低 加上你90暴击啊 90暴击很厉害 很多人说 既然90暴击了 为什么不用那个胖子呢 胖子暴击不是更高吗 因为拿枪方面啊 这个你的是厉害的 对吧 你懂的吧 对 这是有动画片的啊 这是有动画片作为沉淀的 最后的剧情呢 很简单啊 就是他们打败了合适之后的合适赢毁了这个 他就意思就是你别看你们现在赢了 我还会再回来的啊 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他们逃出去了之后呢 你可以发现啊 说是逃出去了 但是呢 这个 然后那个白衣 白人啊 杰克 就把这个 就回去救人了 结果就在这个 就在这个地图 就在这个 这个咱们就管这个 我们管这个叫第三关啊 第三关这个叫什么呢 叫开车关 小的时候开车呀 觉得对啊 这个开车嘛 但是他开不了车 目前啊 而且这个之间 哎哎 把他秒了就过关了 啊 把这个恐龙 他这个就类似于像这个沙摩科似的 这个你把 你把陆讯杀死 沙摩科留步 左辞出来之后 把沙摩 把这个 把这个 沙摩科打死 就算你过关了 一个意思啊 一个意思 比如说你看这个 尤其像这种 就是 就是 干打不抖的这些人 你就 你就 你就直接傻干啊 一顿吐吐 瞬间死 这些生化人整兵 如果没有这个枪的话 你几乎是没法挡的 太赖了 这个啊 天王版啊 这个版本就叫天王版 很多人说 不知道 这个天王版啊 一定要记清楚 这个版本就是 就是让你玩无限枪的 但是呢 它并不像大家伙 想象中那么简单 而且这个 如果是一弹 就是给你 就给你四十包 那你 你懂我意思吧 这样 傻干的 攻击有距离 攻击有距离 但是呢 傻干吧 攻击力高不高的 尤其是那种 真的像 比如说 萌蛇 那关 还有那个 最后一关 那个 那个 宋小宝变身了之后 马云 就是无所谓啊 因为马云变身之后 就是小恐龙而已 啥都行 这个版本 如果 如果进枪 谁能打出去 这个 一臂通关 好 我是 这个游戏 谁敢说 我进枪 能打一臂通关 我感觉是不能 一臂通关相当于是多少个人 四个人 四命通关 能通吗 我感觉不好通 这个女的和白人是CP 你就是 一般那个胖子 一般就是 肌肉男胖子 还有那个什么 还有那种就是 大叔级别的人物 是没有爱情的 一般真的配对 自主 自主就点是帅哥美女 马云 马云变身 这个地方速通 再速通 你也点等 因为一会儿呢 马云被打死之后 你还点等一会儿 再杀出最后一只马云 来感谢我们原来一点武功都没有 这次办卡 饿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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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 黄猫和胖子是CP 对啊 那只能高级的 这玩意只能高级的 好 还得等 这个就来等 这没招啊 这个就来等 最后一只马云 就从他打了一个位置 刷出来 判纳 捷克 乌斯塔法 麦斯 名字起来怎么说 很硬是不是 白人有凯迪兰 风色幻想 说的挺厉害啊 确实很 好了 感谢蓝格 晚上好 赠送的办卡 好起来了啊 我觉得 怎么到这个节骨眼上 能有礼物了呢 真的啊 好了 咱们这个操作者是康义华啊 这个得跟大夫说清楚啊 这个 康义华 有点东西啊 好 先先跑 就是必须要等那一只啊 你不把那只马云等着 是不行的 波尔大 M16A1 你看这个子弹就不一样啊 这个子弹 你看这个子弹就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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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都是 这么开枪 为什么他就比那个 乌斯猛 子弹都不一样啊 不少合米子弹啊 由于有很多 所以说无所谓啊 穆斯塔法 穆斯塔法呢 在过地图的时候呢 是李云龙 他的头像是李云龙 但他在选的时候呢 不是李云龙 他选的时候是 何持 啊 就是何持的压 啊 就是何老四 何老二 怎么都行 何老六什么的 都是啊 2462 然后呢 呃 选人的那个界面里 穆斯塔法是何持 然后呢 他的这个 呃 迈斯是井冈山 啊 就是胖子是井冈山 我们大会能不能理解 我说的 你们可以 不信一会儿 可以给你们看看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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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 你们 你们看选人的时候 那就是何持 啊 然后呢 那个 井冈山 呃 迈斯是井冈山 然后过图的时候 然后这个李云龙不说话吗 就是 就是那个 穆斯塔法不说话吗 他那个头像就是李云龙 要说这个脸谱是真挺像的啊 真的啊 好 看看 感谢我们的FC废柴猫赠送个办卡 赶紧波尔大啊 波尔大一定要趁走 如果你波尔大不趁走的话啊 就被打一下 你暴击没了 就不 枪没不没 无所谓啊 暴击没了啊 你就你就 你这个速通就别玩了 真的 就是打速通的啊 好 看看 拉石 90泡 显示 其实暴击原版也有插件 就是 插件吧 就类似于像咸血 什么免辣外挂似的 没什么接受不了的 它又不是纯外挂 你比如说 你像最开始玩 那个热血传奇的时候 有免辣外挂 我都不知道 你说它为啥要这么设计啊 什么免辣 哎呀 什么 我的超负重之后呢 走路还变慢了 还不是什么的 然后咸血 还不咸血 魔法锁定也没有 你说那不是 说句实在话 那个时候玩传奇 反正是 你没有外挂 你玩个屁啊 玩个鬼楼 对不对 你不是踢过来 这一脚 你没有办法 拿着枪 我就理解不了 你只能直射射 你拿着枪 不能往天 你就人是飞过来 你飞过来 你 我看你枪快 你飞过来快 还是我枪快 服了啊 火箭筒不行 火箭筒弱逼啊 火箭筒的话呢 太慢 扔 扔出来就是一个雷 然后打人的话呢 没有这种 这种连击效果啊 不是很好啊 对 这个就是连发 很多人说 本身开枪就可以连发 为什么你不 本身连 还是慢 他自带的那个 按住了那个 不如你直接 你不如你连发快 连发就是快啊 你像这个的话 他可能是选 不用M16A1 不用这个傻慢了 这些游戏也太简单了 你玩了就知道了 当你玩了之后 你可以发现你 你可能跟你逼子 你都通不了关 不是 你看多少个币 可能给你100个币 也许你能通过 给你50个币 都未必够 能晓得吧 就好比那个什么似的 有很多人跟我讲 就是玩那个最开始 三国战绩无双版 看高手玩可简单了 但是为啥 就有人说 我给你无限个币 你都通不了关 有人说 怎么可能小狼 去牛逼 你给我无限个币 我洗 啥我都洗死他 对吧 我落地他就费血 我死了 我投币 我再选人他还费血 他怎么就死不了 魔都磨死他了 我说为啥 无限血 你就被你们打得过呢 因为这个boss 他会涨血 他会自己涨血 大家不同 我的意思吧 所以说 不相信 好 看看马云 这是一个飞子 马云 马云名叫 你看马云变身了 玩过很简单 怎么会太战 已经决定了 帽子会弃心的 对呀 我就说这个意思了 好 最后把这个恐龙给抠死了 叶身龙 拨大拨拨拨大 他拿身材不错 这个叫 风妖 身材 虽然说大腿粗了一点 但是毕竟是 你懂的吧 这个版本来个摊分 这个版本来个进枪 进武器通关 来一个 这个要等最后一个 就是一会儿会从门里面刷出一个怪来 就在等 因为你打得太快了 这个其实就是版本 我觉得设计不好 包括刚开始咱们在第四关 那个马云 不是那个 对最后一时马云 你看就等 你就等他出来 还行 要不然不好使 然后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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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打手枪啊 打飞机呀打飞机 那 你们觉得你们喜欢什么样的身材啊 实话实说喜欢什么身材 我喜欢的身材呢 我都喜欢 要不爱我这些都挺好 好 你一杯变身完了吗 你打死完都固定在那了 一会儿他就 好 有远程 所以说赶紧拨大 你看 有飞刀 有射 就赶紧拨大 好 你冲过来没有办法 前前冲过来 不会儿大 好 吃个血吃吧 感谢我们的许松啊 总是一堆小礼物 大家会 前一阵这种小礼物都不知道 好 送小宝 送小宝无敌了 西风哥什么情况 一百手飞碟 一百手小飞碟 要抽 要抽奖 有点东西的啊 有会儿看看那个 孙小宝变身啊 这个聪明绝顶 你像这些人 格式啥的 这头发都不太够哈 你看 孙小宝这个嘴挺不不不不不 明显一看就不是啥好人 戴个小眼镜 眼镜比眼睛还小 有点啊 来个三百斤啊 这个地方就是在等 你看他就是那个那些恐龙就是卡在那的 知道吧 那些恐龙就是卡在那的 卡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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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共打 有没有那种无聊的人 一共查了这个汉纳在通关了之后 发射了多少发子弹 我狠啊 昆山昆山龙表哥还会翻译啊 真牛皮 真是牛皮 好 一会看看啊 一会在这里呢 不用到最后就过关了 你知道吗 你不用走到最后那个地图 按理说就能过关 好 我们看看 慢慢蹭 慢慢蹭 哎 好 刷出来了 秒掉 好 这背景 这boss全出来了 大恐龙先给打死了 一会直接就在这就是最后一关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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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关 就是这一关的最后一个环节 不用 不用跑到他变身这个地方 一顿炸 大型屠宰场 绝对是大型屠宰场 好 不提了 你说如果是一个T by ROG这个右体啊 可以直接就秒掉 对吧 那个时候拿玩正版的时候 可以直接给他秒掉 打到四十暴击 一顿连招加上那个菜篮子 就可以直接直接秒 直接秒 好 二 第三次附体 附到这个蜡 附到这个威斯上 感谢我们的棋风的一张星空卡 蜡蜂子的这个好久不见 啊 呕 呕 呕呕呕呕 呕呕呕 这个就是胖胖胖胖胖 呵呵呵这个是你啊 好 就一直给这刷啊 一直给这刷啊 一直给这刷 还说最后一起好的 直接就不关了还给他够呢 这怎么回 啊 啊 过关了啊 啊 跑过来的人都不都死啊 都死 呦呕 呵呵呵呵 呵呵 就是这么个情况 九十就是最高的啊 这个版本里设计的九十就是最高的 没说的啊 啊 当然这个地方点等 那他没有想到这么多怪 你瞬间就干死了 谁能想得到呢 谁能告诉我 有没有这样一个 啊 Winner 这么 你管呢 这个就是 那你苦 你那个合间的弹头不也是吗 你不也是趴趴的 然后小手枪一顿开的没事 你把我拖过来的人喔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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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夹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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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噸噹噹噹噹噹—— Sinne 看看往后手 听一下一桶 那个谁呀 那个一桶大叔 大叔已经给我发了一个 是大叔跟他徒弟做的 听下一桶的话 咱也不能老做 但是咱也不能老不过 是不是 这事没做 看看明天可以给大叔研究一下做 好像是吕布跟谁的一个合武 然后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感谢我们的绝哥 深邃的绝赠送的一手大飞机 又见飞机 今天晚上又见飞机 我太难了 我太难了 我最近压力很大 同胞怎么样 支持了 一下心态就变了 感谢我们绝哥 这一次就不能坠了 怎么可能说坠就坠呢 真是的 看看这个地方 第七关 其实咱们这个所有关都不是说难 它主要是你 你只要有这个90抱 然后你把这个刷怪的位置 就掌握好了 哪个地 你走到哪个地图 它会刷怪你 你知道刚才它为什么在那个地方 慢慢往前蹭 一定要 对吧 它只要在 它必须要慢慢拖屏幕 你要直接跑过去 很可能就会被人把把枪打掉 你就可以很危险 你不能第一时间秒他们 你就特别的难 就特别的难 我晓得吧 好 这些龙都被秒了 看看 确实被秒了 今天第二个飞机呗 给我来个双飞 七风哥 又小飞碟 又又又又 又双飞了 季学哥之后来个双飞 我这一下 我的斗鱼 我这热度 要十万了 要十万热度了 兄弟们 对 他这个 他这个 一枪一管血 十万叔叔 这是单发子弹最高的枪 如果你有六发 傻干这个枪 你都不舍得用 你舍得用吗 根本不舍得用 我飘了 我飘了 我不知所措 被水淹没 最后提前射击 对不对 好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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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是怎么说的 怎么来的 好 这里面其实有的时候 给你一个投机 你不要害怕 投机是好事 因为投机的时候 你肯定是无敌的 投的时候是无敌的 所以说无所谓 飞机警告 好 宋小宝 宋小宝 依次变身 10万了 你看上10万了 马云 马云又要变 你说这个电梯 都被打成筛子了 都已经 这傻干一顿拍 这个背景音乐 只要出了 我告诉你什么音乐 就是最后一关 打观景音乐 就是这个剧情音乐 好 有点波大 捡起来 通过雷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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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TG 啊 感觉看起来像谁呢 感觉看起来像 哎呦 你看咱这个人气 兄弟们 可以啊 哎呦 我直接碎路了 看不看你啊 直接碎路了 不得死了 满血 过头 好 一枪就一个人啊 一枪就一个人 好爽 过瘾过瘾啊 过瘾 哎呦 故事会这100个福大 什么情况 然后七风哥 又是39个星球 这都能上电视 这个东西啊 这是怎么能让我 斗鱼一哥体验一下吗 是吗 呵呵呵呵 都是格格斗一哥体验卡 现在不行啊 我就感觉就是 就是基础 热度啊 和尺肯定是比不了 但是比就是 你像那个什么 呃 成龙啊 成龙大哥呀 啊 鸭王啊 秦虹啊 他们的基础 热度都非常高 他们一直在不饿 我觉得你不饿啊 喷子有M16伤害高吗 单体群伤的话 肯定是 沙露子高 尤其是对方 受创之后呢 不倒地 那就是杀炉子最猛 但是M16A1猛在哪呢 猛在就是 你要单杀 这个这种 带倒地的boss 你可以这个 左右偷偷 啊 然后这个 我觉得吧 大多数的情况下 我是觉得傻干厉害 但是有个别的boss呢 是需要用M16A1的啊 好了 跳过来 这个不需要有 鞋满了 对吧 鞋已经满了 然后枪还有90爆 没有什么追求了 对不对啊 就是这个你要说射击版 毕竟射击游戏呢 你就是那种纯打飞机游戏好 你打飞机游戏 你吃了这个power 然后呢 子弹就是 就是那么多啊 就是那些子弹的 我这些小时候 我这些小时候还玩过很多游戏 像冰封啊 冰是当兵的冰封 是那个蜜蜂的 冰封 还有个游戏叫中华大仙 这都是以数百横法打飞机游戏 好多啊 那个云里面还能打零呢 那个是不是 好 这是小礼物吧 好 来看看 一个人打双忍者 然后 哎 后面有开枪 那必须有点博大 后面那个开枪 他必须博大啊 然后 开始 因为暴击实在太厉害了 那个特别闹腾的 就是他发射什么 发射了个火球子 就是 你会发现啊 就是这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boss呢 叫右体 这个boss叫右体 就是这个右体 这个右体 什么东西厉害呢 你会发现右体确实是厉害 但是右体呢 他副体最厉害的 不是说第一个小兵 肯定不是人最弱嘛 也不是最后一个 那个第一关的那个boss 而副体最厉害的人 就是目前 屏幕上 左边这个 过去了 就最右边这个 就是这个TYROT的第二变身 也就是说胖子才是未来 他变成胖子之后啊 比这个 比副体那个 第一关的boss还要赖 打火球子就能吐 所以说 胖子是牛逼啊 我记得玩那个求生之路 那个对抗版 有玩家可以选 那个特殊感染者 特感啊 对吧 然后呢 如果玩到好的人 团队里面都得看谁呢 都得看那个 那个叫 就是那个宝宝 就是那个宝宝 就是胖子 宝宝的感知 胖子才是未来 啊 解 怒手领风 我说过啊 怒手领风实在是 我怎么说呢 那个游戏 说白了 太难了 目前平台里 好像是 小林玩的最好啊 就是 咱们国内的话 好像是小林打的最好 我解说过 但是那个最大网声 因为你好像没有 啊 怎么 就是 就是没有这个游戏 现在存在哪 那个最大网声 好 一命通关 现在谁也做出来吧 啊 就是大网声 是一命有了 但是最大网声 我就不知道了啊 还有就是 我一直有一个小时候 我当时我玩一个叫 东方勇业超的 一个大飞机游戏 我当时我就觉得 这个游戏 谁他妈的玩啊 就是他要好几个难度 选择 选择最后一个 那叫士肖吧 还是 那个难度 是事小 是代小 我忘了 好 求生现在玩的 应该是不多 但是我特别喜欢 一个叫什么呢 好的 战山远航 这个 卡哈的小礼物 就是 就是叫什么 来的 叫 还有一些飞机游戏 比较经典的 什么游戏巡航机 FC的 什么沙罗曼蛇了 街机里面 还有一些挺有意思的 比如说我一直想解说战国之刃 但是这个战国之刃 高手也不打 在线看不了 录像还不同步 然后TAS作品 还有网上的 这个也没授权 我就没咋播 这个怪终于刷出来了 这个怪 1945 加纳战机 对 加纳战机也是 这个加纳战机最有意思的是啥 我告诉你 它最有意思的是 我以为加纳是那个非洲那个国家那个加纳战机 后来我发现不是 加纳战机就是 它那个战机的名字 叫加纳战机 还有一个游戏 我觉得是打飞机游戏当中的一个另类 就是打飞机的一个竞技游戏 叫梦幻小妖精 那个游戏我不知道谁看过 我小时候还挺喜欢玩的 那梦幻小妖精 就是你打电脑 是你有一个图 然后你屏幕右边是两个竖板 然后你可以 你说白了 你要想赢的话 你是要把你这边打出特效 然后在人家屏幕里面整出 然后每个人物特效都不一样 那个游戏挺狠的 那个游戏 它是一个竞技类型游戏 它是个对抗游戏 它不是说纷打飞机游戏 是以打飞机的形式来进行对抗的 你们有玩过的可以去研究一下 那游戏挺难 确实挺难的 雷电雷龙 雷电雷龙是PC的 雷龙是接机的 雷电是PC版 雷虎战机是接机 无线滚箱 你们看不看见刚才那个地方 那个无线滚箱 是有点过分了 我不知道大家 都没有理解我说的 那个箱在那地方可以 你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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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ä 真的是糊 呦 陆山 Poke一手飞机 什么情况 陆山歌刚才 NAizo了三张办卡 就来这首飞机 然后那个 皮卡丘也送ל个办卡 感觉还在讲游戏 你看 这一讲游戏啊 咱这个 所以说天道酬刑呢 讲游戏才是 自首目前是正好 说那些新鸣鸡汤的 对吧 这个 咱也不知道毒不毒 还点干 对不对 感觉肉山 肉山的一首 坠机 飘了 我飘了 我又十万热度了 肉鱼三哥体验卡 三哥 好我们看看 接下来 你看这个地图 一下来一堆红不磁拉 黑不溜溜的 坤山棱格 你看啊 这黑的是黑坤山 好 马上是最后一个地图了 这个就是最后一个地图 你会发现 根本就不需要打那个什么 根本就不需要打那个 最后那个boss 他再待会那个地方就出来了 你点慢慢走 慢慢的 他必须点慢慢的 再走 点起来 你看他必须点先波尔大 你看 他一下刷出来 你如果一旦被打倒了 他必须要用波尔大的一个无敌时间 来搞这个事情 好 最后直接给拍死 这样的话就通关了 接种点是感谢我们的 这个康奕华 笛两会儿表演的 恐龙快打天王版 34分不到 34分钟不到就通关了 这应该是目前最快的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多少时间 咱们应该从哪开始看 从第二关 因为他第二次投币开始算 才是牛逼的 好了可以看到非常的危险 但是还是通过猥琐的方式血沙过温 最终的是846万 感谢咱们的康义华给大家 做的精彩表演 我们下期再见